我曾經在東京住了將近十年 在紐約住了將近六年 當時我就留意到 住在那裡的人 那份充滿跟自信 這在其他地方是不容易看到的 但來上海的二十年後 我發現除了城市的造景 和大陸外觀的變化 人也在改變 每個人的表情都很有自信 幹練忙碌的 這些都是一個大城市 發展所帶來給人的改變 也是一個現代化城市 很需要和氣質 我是張簡珍 土生土長的台灣高雄人 金恒集團董事長 也是上海台灣同胞 投資企業協會的會長 我當初來創業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大陸有這麼大的發展 對於制度的改革非常的快 很準數字化 訊息化 快速的落實執行 這件事情是讓我非常的驚訝 如果你細心觀察 你不難發現上海來自整個大陸 充滿了活力 充滿了信任 充滿了團結 他願意改革 願意進步 願意平衡 當然肯定會存在一些改革的空間 可是我覺得一直在進步 還有上海的年輕人也在變化 他們變得為別人著想 變得更努力 對文化有更多的欣賞 跟更多的貢獻 我們這一代當年受到的教育是 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燦爛的文化 我覺得江山如此多交 非常的嚮往 可是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落腳 在上海一代二十年 我覺得選擇了對的地方 做對的事 我相信不久的將來 我們不是只有經濟上是世界大國 我們在文化 我們在軟實力 在高科技方面 我們一樣可以脫穎而出 我常覺得 當初選擇來大陸的人 不是聰明 不是最有智慧 而是有熱愛跟使命感 如果我人生沒有選擇了上海 我相信我就是一個很平凡的 大學教書的一個教授 沒有這麼多的自信 更不會見證 跟祖國的發展一起往前走 所以我非常感謝 我當年的選擇 我想每個人都想落葉歸根 可是我認為 上海是我的第二回合 未來我的落葉歸根就在上海 我喜歡上海的多元化 我喜歡上海人 講話了軟軟的烏龍魚 海納百川 上海人很可愛 他不斷地在吸收所有新的知識 來吸引不同的地方的人 兩岸發展 年輕人是最重要的一環 我們一直希望 讓台灣年輕人過來這裡 創業跟就業 我們同論同種 我們的祖先來自這裡 我們講相同的語言 相同的文化習慣背景 對台灣來講的話 多一些交流 多讓台灣的年輕人來看一看 看一看什麼叫做魔都 看一看大陸的所有人民 對台灣的喜愛 好奇跟善良 所以我們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條心 欣旺的心 我們一條心 一起欣旺 一起創造更多的美好生活 所以呢 這是我最大的期待 作詞